新北板橋這間日式料理店 老闆要開門營業的時候 就發現廠商放在門口的鮭魚 還有扇被人偷走了 這損失將近是一千多塊錢 警方靠著監視器畫面 就找到了這名涉案婦人 但她坦誠是犯案的 但是卻變成她不是為了要偷東西 是因為當時天氣太熱了 她是想要偷裡頭的冰塊 婦人手裡提著大包小包物品 滿載而歸 不過其中一袋不是她的 而是勤切得手來的 還裝作肉無其事離開現場 原來她偷的是一間日式料理店的海鮮 老闆一來發現食材怎麼通通都不見 當時送貨人員就將裝有鮭魚扇貝的 保利龍香放在店門口 等到老闆開店營業時 卻發現只剩空箱 事發就在新北市板橋 這間日式料理店才剛開業 沒多久就被竊賊盯上 損失一公斤要價950元的鮭魚 以及一袋90元扇貝 店家報警巡線逮到富人 她坦誠犯案 但卻辯稱當天只是因為天氣太熱 誤以為箱子內是冰塊 才會拿走消暑 並沒有要偷取海鮮食材 海鮮扇貝總價1040元 還得賠償店家15000元的營業損失 雖然雙方和解 但仍然被依竊盜罪 判罰金3000元 本身是一個公訴罪 非告訴乃論的罪 而在竊盜罪 如果經過和解 是會讓法官假官認為 犯罪後的態度是良好的 因此可以減輕其刑 偷千元海鮮賠上萬和解金 偷竊盜罪後還是得付出更慘重的代價 實在不划算 記者洪草全張士澤新媒報導